七个牌坊,八个故事 射线真尊的唐月牌坊群 见证了纵横商界三百余年的辉商传奇 很难想象 这是辉州报氏家族用了四百多年 集齐的一连串七座牌坊 从两头往中间数 意思代表了辉州文化中 陈珠理学的中、孝、节、义思想 你只有到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它的壮观 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 称其为慈孝天下无双礼 滚秀嘉南第一乡 可见它的繁华与音响力 从华海望去 排放群坐落其中 仿若跨卷一般 再看旁边的稻田 一阵清风浮来 竟是水道的气象 排放群边 这座宗词视为报氏之词 是报氏家族新盛百余年的见证 而这座清义堂 更是为数不多的女性之堂 在当时那个男尊女贵的社会环境下 实属不已 也许 这就是报氏家族繁华的原因之一吧 感兴趣的话 还可以在唐月村中一逛 村子里还保留了很多这种 古灰州的木雕楼房 不过我最想说的 还是旁边这里 这座人与苏州园林相媲美的 私家园林 报家花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